人家都說肥胖不是病 但胖起來要人命 可是我不是真的肥胖耶 我只是骨架比較大一點而已啦 今天看起來還蠻骨感的啦 就是要cue我講這句話吧 我就是個這麼cue 肥胖真的是不是對身體不好 會讓你人生都卡卡的 尤其是你的膝關節 如果你過胖的話 你可能哭了也背起來就卡滋一生 接下來就開始練到關節炎的問題了 肥胖 心塵代謝差 膝關節退化快 歡迎收看跟著吃貨找醫師 我是吃貨養師佳瑜 歡迎收看跟著吃貨找醫師 我是撿動醫師肖傑眼 肖醫師你知道嗎 我們除了受傷 或者是做一些對關節 比較不好的一些姿勢或運動 都很容易傷關節 但是肥胖也會傷關節炎 我們可以從一個BMI身體質量指數 可以簡單的評估一個人的體重 那以亞洲為例的話呢 BMI的指數如果大於或等於24的話 就是肥胖囉 其實我有看過滿多BMI30 甚至是35以上的過度肥胖 那外國有研究指出呢 肥胖的人他得到退化性膝關節炎的風險 會達到一般人的兩倍 甚至到10倍左右 那這是因為肥胖會影響到 你的新陳代謝 也會造成關節的軟骨退化的速度增加 那這有可能是因為 平常我們在走路的時候啊 膝蓋是承受體重大概1.5倍到2倍的重量 那在爬樓梯的時候 你就要承受到兩三倍的負荷 那下樓梯的話負荷就會更大 所以呢 越是肥胖 膝蓋受損的風險 會越高 真的欸 像我之前去爬山的時候 我有發現說 爬山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下山感覺更難 因為你下山的時候 你整個體重是承受在你的膝蓋 我都超怕我的膝蓋怎麼爆掉 那你可以滾下山呢 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快 蛤 好 我們先來聊一下 有哪一些比較不當的行為 會往膝關節 有關係呢 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其實它的病因主要不是退化造成的 它是軟骨跟滑溢膜組織的不當摩擦 那因為這些組織被摩擦了之後啊 就會像原本新鮮的絲瓜 更摩得像菜瓜布一樣 那有哪一些動作會造成這些關節摩擦呢 主要是大角度的石蓋彎曲啦 比如說跪下或是爬樓梯 尤其是下樓梯 你知道正確撿東西的姿勢是什麼嗎 就是深蹲 你要屁股這樣蹲下去 然後停起來 這樣才不會傷膝蓋喔 因為很多人就會直接彎腰去撿啊 但是其實上半身要保持穩定 然後千萬不能做這種彎的動作 那在膝蓋的地方 就是蹲下的時候 我們最好也是慢慢的蹲下 那膝蓋彎曲的角度越大 膝關節的磨損就越大 我之前看到很多那種爬山的人啊 他們在下山的時候 他們不會正面的下山 他們是側面的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側面的下去欸 其實我自己 我本來在下山的時候啊 就是用一個側面的方式 就是有點像側面在做繩合的方式 好想要讓你現在就示範一下 下樓梯如果用側面或者是倒著下樓梯 其實像我們在做深蹲的時候 膝蓋也是承受很大的掉力 可是如果你姿勢正確的話 也不會造成關節的磨損的 像我在做深蹲的時候啊 那個教練都會跟我說 我的膝蓋不可以 就是蹲下去的時候 不能超過腳尖 所以就是正確的姿勢很重要 不然你的膝蓋很容易就磨損了 其實有很多動作都可以來幫助我們 那像深蹲啊 或者是你坐在椅子上 然後腳伸直 踩腳 這些動作能夠訓練到我們的 股四頭肌 那你膝關節旁邊的肌肉 如果越穩定的話 那你在使用關節的時候 它就越不容易會造成磨損 所以會建議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鍛鍊一下你的股四頭肌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去保養我們的 膝蓋屋呢 其實我們就是做好我們的 飲食控制 還有一些運動 那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 控制好體重 再來就是要減糖 米這邊的糖 這個精緻糖 其實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很容易跟蛋白質 形成一個糖化中產物 它很容易去讓我們的軟骨裡面的 膠原蛋白啊 或者是蛋白聚糖 這種蛋白質類的物質呢 會產生分解 它們可能一跌倒就骨折了 因為它們的骨頭會變得比較脆 所以就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吃很多精緻糖 就很容易變老 其實原因也是因為這些糖化中產物 而且你平常呢也可以訓練一下 關節的維吻度 可以做一個暴行的運動 來讓它伸展 如果有些人膝蓋 其實已經開始會疼痛的人啊 就代表你的膝蓋裡面的關節正在發炎 所以會建議說你的飲食 要多吃一些抗發炎的一些食物 我主推的當然是 Omega 3的脂肪酸啊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很容易跌倒 膝關節它支撐力不足 那支撐力的來源就是蛋白質 就是我們的雞肉 所以呢平常的瘦肉啊 蛋白質這種食物要多吃一點 那再來就是維生素C 它是幫助我們膠原蛋白的生成 所以平常啊水果啊都要吃喔 那深色蔬菜啊也有很多的維生素C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抗氧化 可以維持我們的關節的健康 關節裡面有水 所以我們平常的水一定要喝足夠 感覺這些食物呢 不敢能夠保養膝關節 而且對我們的蘋果肌有很大的幫助喔 因為這些食物呢都能夠促進 膠原蛋白 平常可以這樣鍛鍊一下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蘋果肌訓練的還不錯喔 我看你的蘋果肌就知道 你的卡朗布應該是還可以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